牛肉和豬肉进口的决定 我要用最谦卑的心情 请所有的国人同胞体谅 找死找偷开吧 你希望我们早点死啊 把那个吞吞来吃吧 那我告诉你 我会骂脏话的 蔡英文那XXX 快点把他罢免掉啦 开始人死罢免他 王后宇罢免成功啊 恭喜终于人通过这场智力测验 接下来就看 高雄凤山人在2月6号 能否展现高智商 再度光复高雄 大家拭目以待 比特王出任务频道 秉持挖掘真相的精神 以及深入民间了解 大众最真实的反馈 将雪玲玲的明星 放送全台乃至全世界 至今已达1.6亿的观看量 感谢来自四面八方 好朋友的支持 比特王会继续努力 直到换回台湾的良心 也希望大家能够加入 比特王会员 跟我们一同打拼 每个月只要少少的100元 就能够支持我们 持续创作更优质的影片哦 赶快按下影片下方的加入按钮 让我们一起 拨乱反正 小英总统 她发表演说 她进来租嘛 希望国人能够体谅她 依你的想法 你觉得能够体谅她进来租这件事情吗 我没办法体谅她啊 这是全民的健康问题 食安等于是国安 你食安不重要 危害百姓身体健康 还为的国家安全 我的想法是这样子 有道理 那我能不能请教您 您家里面有没有比较年纪小的年轻人 他们也会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吗 两极话 因为一般会慎重的 大部分我们这年代 差不多说十几岁的孩子们 他们不在乎 他说又吃不死 美国也在吃 然后又说 我说没错 美国也在吃 可是他吃的是无毒的啊 你吃的是有毒的啊 那虽然这不会有立竿见影的一个毒性 可是这是长期的使用的话 会造成了身体的变化跟影响 所以还是需要多一点的让小孩子知道 他吃进去的东西是什么这样子 对我觉得现在4D可能是网络世代 改变了他们很多观念 他们一点也不在乎 什么都不在乎 曾经像当初过 我一个小朋友跟我讲 台湾会变香港一样 我说为什么你会认为台湾变香港一样 台湾是 香港是国家吗 读不出来 我说你书不好好读 台湾是国家 香港只是一个区 不一样 我说你们为什么不把书读好 一天到晚 我觉得这克刚影响太重要了 真的克刚 前几天看到一个 主播记者说他去书店陪女儿 翻书无意中翻阅到 奶牛是有高蛋白 还什么之类的我不知道 对 很错误的说法 对 童书 童书 嗯 前几天才播的新闻 他说说他是好好的这样 对 他只是随意陪着女儿去书局看看书 他无意间翻到了 他很错愕 那另外请教您就是说 对于政府还有蔡英文总统一直告诉我们 我们现在台湾是有史以来 经济最好台美关系最好 然后这个股市也最好的时代 你自己的觉得是什么 因为其实对经商我们之外 我们是小老板性 但是周边朋友的那个就是说 整个产业链影响很大 真的影响很大 那最近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大家都没有办法出国 只能选择在台湾就是国旅啦 或者是出外聚餐 所以相对台湾最近的这个状况 但是我觉得对外投资的商人 应该是非常的 嗯 我觉得受影响 他可能自我感觉非常良好 其实真的自我感觉非常良好 哈哈哈哈 就是他的感觉没有传递到每一份人身身上 也许他不过意听不到吧 也许啦 不是他会问他 他到底是为什么会遇上响 嗯嗯 好谢谢 谢谢 你要问什么 我们想要问一下就是说 小英他元旦演讲说啊 他进来住 希望我们国人要体谅他 早点死吧 早时早偷胎吧 哈哈哈 对不对 你希望我们早点死啊 就早偷胎吧 那就通通来吃吧 你先去给我们看嘛 所以您不能体谅 我们不能体谅了 对不对 是 如果如果是说别的地方还可以 然后你说这种东西吃到肚子里的东西 为了我们的安全 好 那我们现在吃了没问题 那下一代了 这个东西不是说我今天吃了消化 在土里面消化完就完了 可是它是延续下去的 我们的儿女要怎么样 一个月都变成傻瓜 非常担心 你想想看嘛 这些东西我们吃到肚里 感觉像他的皮肤瘦了 可是我们内脏要不要吸收 内脏吸收上了 他还在猪的内脏里面 不管谁吃下去的 他这些东西在哪里 在人的体内呢 人的体内能不能排泄掉 能不能消化掉 不行嘛 是不是 不行 那你你好了 你延续下去 儿女呢 所以为什么现在的机型儿那么多 都是这个原因嘛 有很多化学 不明的疾病嘛 其实我就是在讲嘛 我们以前讲难听话 早期的都是人体的粪便来做肥料 对不对 现在延伸出来做化学 用化学肥料来做 这化学肥料真的是好吗 就是这样子啊 自我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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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自己的想象空间 真的走出去了吗 是不是走得出去 是啊 大家捧你嘛 真的我们台湾人民的生活好了吗 水肿好了吗 菜价一天比一天高 这是怎么来的 这是后续的嘛 今天大家说猪不来 好那吃牛 牛不来吃什么 吃鱼 鱼不来吃鸡 那这些东西的食物链 还是有关嘛 对不对 那好 我们同意出来 这些东西进来了以后 那后续呢 我们如果就除自己现在的方便 那后续呢 后续的儿女呢 就整两个集团嘛 考虑到更多的人了 对对对对 我们今天 我们今天提出来这些东西 并不是为我们自身 讲难听话 我也是七十多岁的人了 对不对 那能活几年不晓得 那我们儿孙呢 就这样子了 谢谢 谢谢你 我告诉你 我会骂脏话的 蔡英文那 我家李登辉 我做什么 全部加个 蔡英文他不是讲 谦卑 谦卑 再谦卑 那你告诉我 他谦卑在哪里啊 红酒蛮多杯 对不对 是不是 他光过搞他们家的花多少钱啊 整个都花几亿啊 把我们老百姓干什么啦 是不是 我讲实在话 骂他 就客气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怎么可以把他提亮吗 不要提亮 用我们的身体 用我们的健康 有我们的生命 要怎么提亮 他怎么不 他民族怎么不吃 你正好民族不吃 为什么要叫什么 那到底是什么意思 所以你没有什么提亮 不用提亮 还会你多少人 不过来 老百姓的死亡 太好勒 代表名利 哈哈哈 太太好勒 你们这些条件都最好的时间 你说台湾最好的时候 最不好的 就跟民不流生 现在是最不好的时候 对啊 我就没感觉更好 没感觉更好 那是他在说 哪里好 是没感觉更好就对了 非常可恶 好谢谢啊 谢谢啊 蔡英文总统有说 那个希望大家体谅他要开放 来租进台湾吗 您觉得您可以体谅吗 我觉得不行 不行 因为这个是用我们全国 尤其是下一代的健康 来换取他个人的 跟美国的关系 这是万万不行 是是 平常讲我们年纪大了 假定30年 我们都可能不在这个人事上 但是你们还在 所以说那个30年的潜伏期 累积期 你们都会受害 哦 所以你也会担心 自己家里的亲人 或者是子女 会受到这个影响 那当然 当然会担心啊 就好比如果说你们担心空污的话 这个是跟空污一样的 它是慢性的伤害嘛 对不对 会累积的伤害 就是很可怕的 您觉得我们现在还能 用什么方法来自救吗 自救的就是除了消极的就是 不吃萊猪之外 恐怕 最好的 最有效的办法就是 让蔡英伟下台 改变政策 所谓更好 是要做比较嘛 对不对 如果说两岸关系不好 我们台湾怎么会更好呢 看起来我们是在蹭美国嘛 那川普啊 他现在要下台了 以后会更好吗 对不对 这都是问号 不是说 没有战争 就很好 而是要求发展嘛 对不对 我们要 两岸要共的 我们这才是所谓的好 如果只是没有战争 那不算好啊 对 因为我们也已经很久很久 没有战争了呀 对 但是我们啊 这个战争是这样子 大家都要避战 但是如果一发生战争 台湾啊 真的会很快啊 就会消失哦 我讲真的 因为我军 我学军事的嘛 我知道 两方的军力啊 我们台湾经不起打 因为这个战场啊 关键你们年轻人要知道 这个战场不会在台湾海峡 也不会在中国大陆 是在台湾呢 这个战场是在台湾呢 就好比我们两个打架 对 你赢了 可是你的家啊 已经把他毁掉了 对不对 家居都被破坏掉了 我们都不希望看到 对 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老百姓要有铁贿 好 但现在就说 很遗憾就是 我们的危机意识啊 优惯意识啊 真的越来越淡 嗯 所以说没有想到耳后 好像很多人都比较无感啊 对 这就是 人是僵死啊 就是这样子嘛 我家僵往 僵往 就是这样 雨众心长 谢谢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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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你问一下哦 好 我们是街坊这样子 好 蔡英文总统 她在元旦有一个演讲 就是说 因为她进来租嘛 那希望我们国人能够体谅她 那我们想问一下年轻人 觉得你能体谅她进来租这件事情吗 我觉得这个完全就是有关国人的健康啦 那就是猪那种到最后还是就算猪 然后变成厨余其他猪还是会吃到 我觉得到最后久而久之还是会 全台湾的人都会吃得到 所以这个我觉得不能体谅 那我可不可以请教你 像很多年轻人对这个这个议题 到底是什么样的想法 嗯 我觉得他们会认为 你看像 好市多一直进美牛 但是大家还是疯抢 他们可能只会觉得 就是那个都那么疯抢了 那猪有什么关系 我身边的朋友都是这样想的 我如果告诉你们说 以前的进口的这些牛肉啊 也许没有含有很多莱克多巴胺 甚至是没有含有 因为以前管得很严格嘛 所有的进口程序 通通都要齐全这样子 很可能你在以前买的 大概都是没有来季的美国牛肉 之后会有 你觉得他们会有不同的想法吗 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真的 比较少关注这方面 对 那可能真的是要从朋友之间多宣传啦 那他们对于有没有来住这件事 很多人都会觉得垃圾吃垃圾搭 所以可能他们对这方面都没有 我身边的朋友 不在意 对他们都不太在意 好啊 那另外一个问题是说 我们的政府还有总统一直告诉我们说 我们现在是台美关系最好 还有经济最好的一段时间 你们年轻人的感觉怎么样 对于经济吗 或者说你们自己的工作啊 收入啊 各方面啊 现在好不好 我觉得很难这样判定啊 这也是他们又挣钱 就是又轮替了 所以你也不知道未来 新的美国总统会怎么样 那你的朋友或同学 或者是学长姐 学弟妹 他们在找工作啊 或者是收入上面的状况 是不是真的这几年都越来越好 我还是很多朋友求职有困难 对他们 我生生 有没有一技之长 我觉得很重要 可是大环境他们会觉得现在薪资偏低 对然后现在他们就是根本先求有再求好而已 就是找不找得到 我觉得可能自己的努力跟大环境也有关系 好找吗 我认为不好找 不是很好找 对不好找 不是那么容易就对了 对对对 所以你对他讲说这个是 现在是台湾最好的一个时刻 你有同感吗 我觉得没有 没有感觉到 对没感觉到 好谢谢 谢谢 好一下 那我不晓得针对他这样的讲法 大哥你的感觉是什么 你能够体谅他吗 尽量快点把他罢免掉 哈哈哈哈哈哈 不能体谅 1月11号就可以开始联署了 开始 1月11号开始联署罢免他 罢免蔡英文 对 可是他的难度很高 还要立委同意 3分之2的立委要同意 不是签名通过就好了吗 没有 立委还要特别 立委最难 因为他们立委过半 立委没有办法了 对 会卡在立委 那怎么办 我没办法罢免他 那怎么办 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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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有什么话想跟他说呢 我真希望很快能够罢免掉 哈哈哈哈 真的好难 不能再让他做了 真的好难 对因为立委他们立的过半了 所以要三分之二同意 那是没可能的台词 对啊 看这一次 那表决来出就知道了 他们没有人跑票啊 对啊 跑票还被那个处罚 别对没有立委会跑票 对啊对啊 要靠立委的话没有办法 对 那靠全民应该有机会 但是他的条件就是 除了全民 还要立委 要两个条件啊 所以没办法啊 我问他就来办公投 公投 站不站成他下车 可以 办公投可以罢免总投的话 你也要看他 也算他好 真的我们台湾 被民进党搞得到现在为止 台湾的本田都让他花光了 我们现在 现在以后看怎么办 没办法 对啊 看下一次总统 我们能不能够翻转过来啊 对于他说现在是台湾最好的时候 你怎么看 一共我们经济两岸台美都最好 他们民进党最好 民进党最好 民进党的富翁最好 其他人民 其他人民 其他政党都 没有人像是这样子吧 好像什么书都用他们 自己民进党的 啊 犯错了 也升官 选出了也升官 对不对 没有办法啦 无奈啦 好啦 请问你啊 对于蔡英文总统在元旦的时候说 希望大家能体谅他 我觉得为了我们的下一代 不要说是这一代 我们的下一代为了我们身体健康 我们要坚决反对吃萊豬 这是非常要坚决反对的 那我能不能请教您 像您有小孩或者是亲戚的小孩 他们年轻人对这个议题的想法怎么样 因为我儿子也是大庄干毕业 我有问他这个问题 他们年轻人 他是觉得说 其他政治方面他们不觉得怎么样 可是对于吃的方面 他们现在连火锅店什么都不太敢去了 早餐店我儿子是副统公司的员工 他们觉得现在业绩也拉下来 为了这个萊豬的问题 有的食品一定有餐差 受影响 业者都不会去购买 购买率掉很多 是的 非常非常的差 会引起经济的下落 这是非常严重的 嗯 所以这个议题不只是吃而已 甚至都影响到大家的工作 甚至生意了 都会的 哦 这是循环下去 会变成恶性循环 这样我们台湾就会垮下来了 那另外一个问题也请教您啊 蔡总统还有 政府不停的说我们现在是有史以来 经济最好 股市最好 然后薪资最好 两岸最好 您觉得同意这个说法 非常的不同意 因为在他的眼里 他并不了解民生的痛苦 他只站在他认为他好 可是他的好是我们所有 全国老百姓的不好食安的问题 这是很重要的 食安非常重要 是的 等于是一天三餐 逃不开的 因为我们去菜市场买菜 都觉得说 大家都不敢吃 会觉得所有菜 青菜类就会 价钱都会上涨 然后你的猪肉又消不出去 你觉得这样的生活环境会好吗 对不对 谢谢 谢谢 谢谢你 王后宇罢免成功了 恭喜中立人通过这场智力测验 接下来就看高雄凤山人 在2月6号能否展现高智商 再度光复高雄 大家拭目以待 彼头王出任务频道 秉持挖掘真相的精神 以及深入民间了解 大众最真实的反馈 将雪玲玲的明星 放送全台乃至全世界 至今已达1.6亿的观看量 感谢来自四面 把放好朋友的支持 彼头王会继续努力 直到换回台湾的良心 也希望大家能够加入彼头王会员 跟我们一同打拼 每个月只要少少的100元 就能支持我们持续创作更优质的影片 赶快按下影片下方的加入按钮 让我们一起拨乱反正 断 赶快按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i次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in氏目